好 新闻开始 首先就要问您了 小米酒到底是不是用小米做的呢 可能很多观众朋友都以为是小米做的 在今天占据大篇幅平面媒体的版面 因为媒体的报道表示 原住民族景点经常伴售的小米酒 其实参有糯米的成分 所以如果根据媒体的报道来说 就说这几乎都是假的小米酒 在今天有遭到点名的景点 包括乌来地区的业者不以为然 表示说酒的成分 其实都标示的清清楚楚 财政部则是发出新闻稿表示 业者如果酒瓶外的标桩标示不清 没有据实已告的话 最高可以储50万元的罚还 全国主打只有原住民族特色的风景区 常常可以看见有店家拿着试喝杯 请游客试喝小米酒的几项 而且强调是原住民族人喝的酒就是小米酒 让想要体验原乡风情的外来客 好奇的想喝一口 但近来有媒体报道 不且市售的小米酒有九成是糯米或白米做成 不是真的小米酒 认为是蒙骗消费者 遭到点名的新北市乌来老街上 询问贩卖的店家 他们坦承市售的小米酒 的确有部分是用糯米酿成的 但也罕冤表示成分在包装上就有明确标示 绝对没有恶意欺骗消费者 一般大概都是糯米酿的 对 然后再来就是小米加一点小米 当然客人也会问是不是纯粹的小米 比较纯的小米酒和餐有糯米的小米酒 左边是完全用小米制造的 在包装成分上标示小米 山水 冰糖 业者表示口感较酸 锐带一点苦味 至于右边则是用小米参入了糯米的成分 业者表示喝起来口感比较甜 我们小米酒是有分 就是糯米跟小米酒做的 这一瓶的话就是我们店家就是纯的小米酒 像糯米做的话 我们上面瓶子都会有标示是小米酒或是糯米 强调虽然商品标示都写小米酒 成为独特的品牌 不过也强调成分标示清清楚楚 没有欺骗消费者的嫌疑 不过就在媒体大篇幅报道之后 财政部还特别发新闻稿声明 如果依照烟酒管理法第33条第4项规定 装酒的容器外面的包装标示及说明要清楚 不得有不实或使人悟性的情况发生 违反这可以处清台币10万元以上 50万元以下罚还 财政部呼吁民众如果查获来路不明的酒类 可以主动向财政部提出检举 记者摇外岛售新北市屋来采访报道 其实到底小米酒跟糯米酒有什么不一样 现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恐怕连您都很难分辨 现在就有强调是原住民族特色的小米酒 被店家拿去卖 但是现在又遭到批评说 这是参入糯米有欺骗人的嫌疑 不管卖酒的人自己是不是原住民都已经觉得自己被刻板化 有阿美族籍的制酒师就表示 原住民族调酒本来就会加入不同的骨类来调味 不过现在卖酒的人不管制酒的成分是什么 总是一味的把品牌标注成为小米酒 要让消费者联想到说这是原住民喝的酒 或者以为原住民喝的酒只能用小米来制作 这都是因为不了解原住民族而出现的刻板化印象 小米酒和糯米酒有什么不一样 实际走到街上询问民众得到的答案是 不知道不知道 没有喝过 小米酒就是甜甜 我知道他们做出来就是甜甜的那一种 但是事实上是怎么样我们不了解 但是小米酒有可能会参入我们家里的差别吗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小米酒跟糯米酒有多分 不是都是米酒吗 问问民众大部分的人 其实无法分辨小米酒和糯米酒有什么差别 更无法分辨小米酒有没有参入糯米酿制 大部分的人讲起小米酒 就会用酸酸甜甜的酒来形容 有媒体报导小米酒有酒成是糯米或白米做成 就是假的小米酒有欺骗消费者之嫌 让原住民族的酿酒师听了不以为然 民众大部分认知 以谷味酿造酒它都是用小 用都不同层小米酒 我们的多家媒体只依据少数人 有不了解原住民小米酒发展过程的人的说辞 所以它对我们不太公平 经营制酒厂15年的原住民族酿酒师表示 在小米里面加入其他谷物来调配香味和甜味的做法 其实很常见 不过许多民众对原住民族的制酒技术一直半解 认为媒体报导其实是长久以来 对原住民族酿酒文化的刻板印象 新闻媒体的大篇幅报导 已经让许多民众以为原住民族卖的酒 就是小米酒 也可能很多都是参入糯米的骗人的假酒 原住民族的制酒师强力反驳 认为这是刻板化的报导 误会大了 接着也外岛秀 新北市屋来采访报导